究竟假天花能不能安裝到天花風扇呢? 會不會搖下搖下跌下來的? 又會不會有怪聲整晚吵著睡不著呢? 大家好,以上這些問題只要來到我們TY Lighting 我們都會一一為你解答 最重要是你之前要做一點點功課 例如家裡樓底有多高,安裝風扇的空間有多大 自己對於光度要求等等的資料 最重要是你自己已經有一個大規的想法或者要求 我們TY Lighting的專業團隊就可以很快和很準確地 推薦一些最適合你的產品給你 當然,如果到最後你還是未有頭緒 我們公司還有專業的上門顧問服務提供給客人選擇 由超過20年安裝和銷售經驗的TOMMY SIFO負責主理 以下這個案例就是參加了我們的上門顧問服務 這位客人就是住在銅鑼灣的八達大廈 客人以前在外國生活過,習慣使用天花吊線 來到香港之後他又不太熟裝修 所以裝修的部分就是由裝修公司的盤頭負責 那麼風扇安裝,風扇尺寸和款式 當然就是找我們TY Lighting幫客人解決 客人也預早說了風扇需要安裝在假天花上面 要求我們公司和盤頭混合好一個安裝方案 銅鑼灣渣甸街 一梯一火 因為看到有警鐘 一梯一火 來,入門口 兩個位置 這邊,浴室 浴室 浴室 抽熱線還沒裝,浴缸 這裡 看下去 離遠 看來離遠 睡房 這個位置會裝一把風扇 整間屋,簡約 靜約 聖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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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巷 衣櫃 這個位置會裝風扇 另外一間房 整間房做一架天花 四支燈光 四支燈光 開放式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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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光 廚櫃 一體色 拍出來 誰知變幻原是永恆 變幻原是永恆 安排做假天花的師傅 竟然留在書房放一條線出來 激到判頭紮紮跳 現在一進門口這個位置就是書房 書房這裡有1 2 3 4 是這個job ceiling 這裏中間應該是裸平了 沒有任何的燈位 這裏要留意 因為這裏 那件板我聽聲音很薄 它夠不夠力受風扇呢? 這些是石膏板 石膏板不夠力咬著風扇 石膏板不夠力 你跟裝修師傅說 用石膏板不受力 幸好它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判頭 在我們安裝其他風扇的時候 它已經立即解決了假天花沒有放線 和沒有受力點的問題 之後我們的師傅就能夠順利完成整個風扇安裝流程 所以什麼叫師傅呢? 就這樣拿著這本說明書 背到滾瓜爛熟 什麼數據都一清二楚 但講就天花六福 到時做出來有問題又搞不定 這些不是叫做師傅 能夠在錯誤中學習 能夠在錯誤中累積到寶貴經驗 而去解決問題 這些才叫做師傅 另外走當時購買這個產品的時候 剛好在做產品推廣 所以就有八階超市禮券贈送 現在登記成為TY Lighting的會員 購買指定的產品 或者參加我們公司的早點優惠 就會有超市禮券送 好了說了那麼久 我們馬上去片 看看裝了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 這個產品是使用DC變頻摩達 支援靜吹或者翼吹 LED部分有三色光 更加內置自動溫度感應 可以自動控制風速 配合冷氣、暖氣、抽濕機、放濕機 一連四季都適用 最重要這個產品是經我們TY Lighting購買和安裝 是會有五年的零件加全包上滿保養維修 有什麼事不用找樓下的水店店 Call我們TY Lighting就可以了 我房間這支OK了 關燈 開燈 這間房間的這支 規格和剛才那支是一模一樣的 由於這間房間有到頂的大櫃 所以客人事先已經和Tommy師傅規劃好 等風扇葉開的時候不會打到櫃門 就應該頂些這間房間 就很手 開燈 開燈 我朋友是要開燈 我朋友的小孔 也有不堪意 今天可以 prod動 的幾個小孔 再燈 直接移動 燈 1-2-3-4-0.5-0.0 這個位置已經遇到開風扇開櫃門 沒問題的了 即是可以同一時間開風扇開櫃門 都不會撞到 不過當然沒有舉高 開燈 閉燈 閉燈 風扇 另外客廳這把 規格是跟房的風扇一樣 只是木紋的顏色 配合客人家的木式傢俬和房門 很穩定 運作正常 逆吹 逆吹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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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保護原版是四間三公斤 大家如果對我們的購物服務 或者對天花風扇有興趣 那就不要猶豫了 快點上來我們的灣仔1800呎紫瓷一家的陳田室 參觀選購啦